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喜欢吃这个食物 刚刚说这个我们的食物本质已经改变了 那改变到多大的程度呢 就是经过美国的统计 甚至他们去调查现在市售的这些水果 可能是因为冷冻可能是土壤天体的关系 他去化验里面的营养素 我们举例维他命C 只剩下40年前的二十分之一 那菠菜呢只剩下40年前的七十分之一的铁籽 那么像那个胡萝卜只剩下百分之一的胡萝卜素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仔细去品尝一下 你吃的这些水果 可能味道可能跟你小时候也不一样 那你可能去切开以前都会黑掉 很黑变得很深褐色 现在可能水果梨子啊苹果 你会发现它都不太会变色 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英国美国经过调查发现 天天五苏果的就算是吃很多水果蔬菜的 发现它的帮助还是有限 所以真的是大家要去注意到 不是吃蔬菜水果就一定可以 那就是要去注意到你种植的过程 跟它的土壤的养分是不是有充足 你好像有提到说这个 我们说要吃几个橘子 这都已经没有 它有但是它的含量已经非常少 所以说尤其我们现在人消耗又更大 因为污染更多 它会消耗更多体内的维他命C 所以现在人的维他命控制都是严重不准的 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维他命的制成 已经是不是天然的了 因为没有可能 对 所以现在 大家在补充市面上的维他命 大家可以仔细去研究 事实上它现在市售的所有维他命 它有在成分上如果有写维他命三个字 或者说写某种矿物质 某种碳酸钙 或者硫酸心 这些所谓的化合物的名字 这些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代表它不是从食物里面来 它代表的是从这个矿物 或者从这个石油里面去体炼合成而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能要去注意 那当然经过我们很多国内外的研究 发现就发现 长期在吃这些所谓合成的维他命 初期他的健康 症状是有明显的帮助 可是呢 时间再增加 就发现他的状况反而会 会变差 所以建议不要长期大量去使用这些 非食物制造的这些营养素 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不吃它 那有什么 会 所以说 尽可能去找它是真的是 有善农法种出来的食物 它的食物就 含量就会比较高 就比如说野生的 比如说这块地它是没有经过人工 很长期的去破坏它 或者重复的耕种 把它的土壤的养分都吸光 不要用化肥 这些 可是这除非你是真的是去买有机的 所以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你要多花一些心力去找到好的东西 还是你吃这些是比较没有营养的 可是你现在讲的跟我上次在另外一个场合听到的 好像有一点 冲主 有一个另外的演讲说 有人把有机的跟没有号称有机的拿来做研究 好像对一般的人的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差 没有显著差异 这个部分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是因为大家对有机的定义 是因为大家只把它当作没有农药 所以当然这边我也是谢谢您的提问 我呼吁有机的定义不止没有农药 而且它目标种出它的养分里面的营养 是保持在原始最充足营养的状态 那大家他们现在市面上所找到的有机 是用一些方法 它没有用农药 只是检查不出农药 它就可以给它有机的标章 并不是 它并没有检验说它里面含有多少这个维他命 它没有做这项的检查 这对我们一般平民百姓 我们除了相信这个规章 我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 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在推动有机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去找这个真正它是 或者说我们建议修改规章 当然是希望大家去推动 就是说是不是去检验它的营养含量要高于多少 才能成为有机 那这一点 这一点 对不起 你讲 你先讲 对对对 所以这是我们建议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出的很多问题 是因为我们对它认知的问题 定义的问题 你说这个东西是只有台湾这样呢 还是国外已经对有机 是真正的对它的成分来做一个验证 目前我没有 国外我没有去 但台湾是没有 但是据我所知 大部分国外也是没有 所以国外有做过调查 没错 国外吃有机的 它也并没有比较好的改善 其实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原因之一 那国外他们对这个又是怎么样来 其实我今天讲的一些内容 包括国外的专家营养师 是很多他们还没有注意到 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东方人 知道食物的完整结构 就是它必须要 它是完整的这个频率 它的属性 还有它的营养 它没有做到这么仔细 它还是着重在农药的部分 那我们做的这一部分 有在国际期刊上来发表吗 有就是现在 因为在美国有打过关系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曾经 在美国有提出这样的理论 就会被人家攻击 所以这个在美国 已经有在法庭 大家辩论跟实验过 那么证实了 我们的确 食物里面的营养素 它不是这么单纯的 只是维他命 他有完整的这些结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请你把它 推到Nature上去发表 那这样的话 这个宣传效果就会很大 否则的话 你这样讲 很难让人家来接受说 我们台湾 这样的一个 对中国的食品的 这样的观念 可以推到国际上 如果没有外国期刊的 这样挂保证的话 好像很难让人接受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您觉得呢 这个期刊上其实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国际期刊已经有了 就是食物型的 跟这个化学合成的一个比较表 这个已经期刊已经好几天 都有这个国际期刊 或者大学的报告都已经有了 多久前的事情 大概二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对 因为当时做这些都是为了要 打这场观思 所以就这样讲 就是很难让人家幸福 所以现在已经证实 食物 现在所有的 我相信现在已经慢慢的 也不需要太多 你用简单的思维来讲 你在实验室是没有办法 复制出一颗矩症的 那你去吃这个合成的 这些东西 那现在已经 所有都已经证实 它是明显确定不同 不需要再花太多的 这些精力去做证实 那可不可以再请你讲一下 那个LED灯跟水灯 那LED当然它就是 给它24小时的 一个照光嘛 让食物去生长 所以它生长期会缩短 可是这个 这个我想如果东方就会知道 就跟人一样嘛 你要小朋友长大 你就一直给他吃东西 不要让他睡觉 对不对 那你就觉得说 生长得很好 那这个其实是 不对的一个 一个自然啦 所以我们 当然理论上 还有很多需要去研究 可是我们 还没有研究之前 你先不要 违反自然嘛 你一直违反自然 让它照光 再来水根的部分是 它没有土壤 所以它的元素 它是跟土的 这个营养 它组成是不同 第二个水 你看让它泡在那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水放一段时间 一定是会生一些细菌 那你还是要加下很多的 加上很多的这些防菌 抗菌的东西 化学物也好 它如果让它流水呢 它如果水根是用流水的话 是不是就好 那你流水 你植物 植物 一般的植物 你没有让它时间 你一直要流 它的营养 是不是吸收会有问题 那我想一般 各位就 如果看过 做种水根的 应该没有这样 流水在种吧 是 所以 总之啊 我们还是倡导 就是 不要自作聪明 你尽量的 就是 按照自然的方式 去种这样子 OK 好 非常谢谢你 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谢谢